季书云 家住吉利市 今年64岁 低保500元 住房面积60平米 散敖 我自己非常节俭 吃点咸茶都有点呼噜呼噜 你看 吃点咸的 熬的萝卜汤上去 像你这买着 一天买完都能吃几顿的 我这人吧 也不说减肥 就是不爱吃饭 早起喝点水 吃点拉马其糟 然后就兑一顿泡的汤 吃点咸的酱就得了 看鸡蛋酱我搁这里了 就着这个鸡蛋酱 对 泡在水饭浇气这么吃的 就那个蛮子泡在水饭 就着它 你这啥时候打的酱啊 就前天打的酱 你这打完一会这样能吃多少 能稍后一天嘛 能稍后一天 你就我告诉你 季大姐每个月有500块的低保 为了挣钱还在外边做终点工 一个月咋的都能有一千多的收入 但大姐说啊 自己一个月就能花200多块钱 每天都想着多攒一些钱 那季大姐攒钱到底是因为啥呢 如此姐姐的季大姐 跟李大哥相亲以后会发生啥呢 季大姐觉得李大哥刚见面 虽然不太热情 但大姐看大哥进屋就准备了脱鞋 还帮自己拿外套 大姐也觉得李大哥虽然不善言辞 但还挺关心人的 所以啊 还是继续了解一下吧 几个孩子 我就一个 季女家吗 男孩 都成家了 结婚了 我两个也季女一个人 也都成家了 季子外季子都成家了 我家我是对宝 我家娃人有病不再三年了 一月500两块钱 就500块钱 就这么回事 季大姐说 她这些年没有退休金 生活全靠低保 其实也挺不自信的 虽然今天直接说了 自己的经济情况 但还是怕对方觉得 这样的条件不够好 但让大姐意外的是 大哥并不是这么觉得的 吃低保的 除了打工的 所以条件上就不算太好 这样的人嘛 好药 好什么 好药 没想到 李大哥一点都不在于 女方的经济条件不好 李大哥说 这样的人过日子 往往更踏实 正是自己理想中的另一半 但李大哥还有一个顾虑 就是季大姐太瘦了 就是太瘦点了 这一点我有点 有点担心 有没有毛用 有没有什么慢性病 什么东西 哇 都有什么毛用没用 哇一年也不吃一个药片了 其实好 我不会说谎 嗯 大哥你知道大哥为啥问你身体健康吗 大哥看大姐就是稍微瘦一点 大姐以前也是总 奔不得啊 不得家 妈心还不静 是不是 嗯 所以我把经还上了 这心还静点了 嗯 一边找我老爸一边还打工 听完季大姐的话 李大哥也很同情大姐 一个人想要还清老伴生病时候签的债 除了在外打工 吃饭都得将就着吃 说到照顾脑出血的病人 李大哥更是深有感触 因为他的老伴也是得脑出血去世的 接下来 两人会因为这个巧合 让彼此的关系更进一步吗